首先有请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儿 这位小伙儿说自己 是一个文艺男青年 想找一个文艺女青年 来 讲真有请 这年之间是中心的梗碎 中情难达的行为 脚下贴着玫瑰 挥进一个温度安徽 我叫张强 今年28岁 来自吉林长村 我的爱情宣言是 有车有房 没贷款 以后钱能回媳妇馆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爱情宣言 这好多的信息 都在里面传递出来了 而且还多才多艺 文艺男青年 好 先看一下 场上十六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接下来场上十六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美艺男青年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谢谢大家 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行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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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经说 说只要上《全正人恋》这个舞台 把仨人灭了 你就成功一半了 这仨人是谁 你猜猜 你猜猜 我猜我肯定灭准俩了 你已经灭完俩了 还有一个你没灭 就把他们仨灭了 这成功就成功一半了 你求知道 他还不说 他让我求知道 老王你说这事 唯一幸存的一位在东半球 你甜甜姐四毫 老多小伙面试来都说 说我们都说了 上场把他们仨大侠灭了 我们就赢了 把我们仨灭了 就成功一半的原因是 灭完了以后 我们就不能说话了 其实你错了 我们灭完了 才能随便说呢 真的觉得你们两个性格的话 要是做朋友的话 咱们绝对是个好哥们 但是如果是做情侣的话 肯定是天天半嘴天天干账 我都换风格了 你换啥风格了 人都说我是淑女 从现在开始吗 你看我这小模小样的 往这一站细高条小个儿的 你说你上来就给面了 给我新整齐弄 还整个跟你做朋友 跟谁做朋友 我才跟你做朋友 我来找对象来了 不和你做朋友 买面膜 买面膜啊 一会儿叫我微信 你大俩聊 来看一下小伙子 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一夫 一妻 一儿 一女 一车 一房 一生 一世 这就是我的终极梦想 我 就是 张强 我 今年28岁 家是长寸市宽城区的 现在在长寸市做销售经理 年收入5万元以上 别看我个儿不高 但是我的能力却很大 现在我已经凭着自己的能力 在长寸买了一套全管玩 和一辆车 我虽然是做销售的 但其实我是一个文艺男 平时不管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只要能触景生情 我都会坐实一手 叶青方自明 细雨落无声 绿流何处来 至此方识明 台上的各位女嘉宾 想要让我为你做首诗吗 我是一个文艺男青年 所以我要找一个懂音乐会跳舞 平时没事画个画 写起诗这样的文艺青年 谢谢大家